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报道 今天早晨7点49分左右 青海省玉树县 也就是东京96.7度 北纬33.1度 发生了里市7.1级的地震 震源深度33公里 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再来关注天气 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 哈尔滨昨天出现了罕见的特大降雪 部分地区的降雪达到了28毫米 受到降雪天气的影响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关闭 哈同哈随等五条高速公路关闭 今天哈尔滨全市除了毕业班之外 初中小学的其他年级均停课 而北方部分地区像是吉林内蒙古陕西 也都出现了降风降温降雪天气 哈尔滨市区今天降雪 是达到了22毫米是暴雪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比较繁华的地带 现在也很少能够看到人 正是由于这个降雪的影响 昨天哈尔滨的太平国际机场 从下午的五点半开始关闭 有大量的旅客出现了滞留 由于这次降雪是黑龙江省普遍性的 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中道大雪 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雪 现在黑龙江省的五条高速公路 完全处于一种封闭状态 我们从铁路部门也刚刚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哈尔滨火车站上下行的一共有40余列列车出现了晚点 由于目前公路的客运受到了影响 很多的旅客都涌到了铁路 现在所以说在火车站也出现了旅客滞留这种情况 现在哈尔滨的铁路部门也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其实在四月份下雪对东北人来说不算是太稀奇的事 但是这次的降雪降温天可以说是有点小小的异常了 那现在是从四月份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气温就要比常年同期低了两到三度左右 而且这个吉利省的气温最近总是在经历着降温升温再降温的这么一个过程 今天这个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冷 那你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风还是依然非常的大 降雪大风以及这个低温天气也对农业生产有着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农业的相关部门就要提醒农民朋友们了 一定要做好这个暖棚的加工工作 以防止这个农作物受到冻害的侵袭 我现在呢是在距离吉宁出口大约十公里的地方 由于这个路面比较滑 大车上坡的时候不好起步不好爬坡呢 这些大车呢全部都停到了这里不再往前走 这些车呢也是造成堵塞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目前主要办法是给路面撒溶液剂 由于这个冰对这个溶液剂它不是起很好的作用 其实要等到明天看天气情况 我现在在三零四省道奥利布港和三一堂的交界处内 由于雪天路滑今天早上四点左右 三辆拉风机的车从这里摔下了路基 目前交警部门正在进行紧张的援救工作 来的时候就是发现已经那个 这车大车上已经翻了 有些很多问题 大约没翻了 这车是属于拐的就是拐的就是好像踩下车的挡 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呢 我一拉开窗帘就发现外面有些不一样了 因为今天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呢 延时就开始下起了小雪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山上呢 还是有一层薄薄的积雪 而且我现在站这个露台上 我们看这个露台面上呢 也是有一层薄薄的积雪 虽然说我现在是全副武装穿得很厚 穿的是冬天的大衣戴的围巾 但是这样这儿呢 还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冷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 今天凌晨北京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 跌破了冰点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 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测 从明天开始气温将逐渐的回暖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台湾 今年1月份时任台湾检察总长的陈聪明 因为被弹劾而辞职之后 检察总长的职位就一直空缺 13号台湾立法机关终于通过了人事任命 由前法务部门副主管黄世明 出任新的检察总长 投票从早上9点进行到上午11点 由于黄世明是蓝营人士 因此民进党团极力阻挠 全部投出反对票 但最终黄世明仍获得109票中的75张同意票 随后黄世明以私人名义发出声明 感谢立法机构支持 表示将努力承担责任 有点惩惩惩恐 这个怕这个工作做不好 希望大家都给我鼓励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罗志强则表示 马英九乐见这项人事案通过 相信黄世明会有很好的表现 黄世明新官上任 最受关注的是他能否清除 陈聪明主政时期特征组的查案弊端 仁为结案的蓝绿首长特别费案 贬加海外资产案乃至于319枪击案 都是对黄世明的考验 而黄世明已经表态 一周内会分批与特征组检察官面谈 了解办案状况与证据程度 计划上任两年内把现有案件结清 根据台湾法律规定 特征组检察官由检察总长领选 现任的14名检察官均是由前总长陈聪明任命的 为了让黄世明未来在安排人选时有弹性空间 现任特征组检察官包括主任陈云南在内 已经决定提交请辞报告 由黄世明决定去留 今年1月19日 台湾前任检察总长陈聪明被监察机构弹劾 原因是他与贬加弊案重要关系人黄芳燕来往密歉 而且在黄芳燕潜逃美国的过程中涉嫌纵放 致使黄芳燕至今滞留美国不归 陈聪明也因此成为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检察总长 在台湾有汽车改装业者近日推出了一项改装技术 喜欢赛车游戏的驾驶者 只需要花上大约10万元的新台币 就能使爱车兼具赛车的游戏功能 鲜艳的黄色亮面烤漆 顶级重低音喇叭 加上超炫的LED灯 以防车身挖开直接塞进液晶电视 坐进驾驶座 看着挡风玻璃上时速不断往上飙 玩赛车游戏这样才过瘾 更夸张的是车子的悬吊系统还能配合游戏 不论是锅弯加速的左右摇动 还是开过颠魄路面的上下震动 坐在车子里感觉真的就像开赛车一样 在跑车里面打完赛车游戏 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的话 没关系它可以直接开上路 转开引擎放开油门 车子马上就能往前跑 可别以为体验种实体车电玩一定很贵 以这一台Nissan 350Z为例 改悬吊加游戏机 其实只要花费10万多元 下雨天挨车不敢开出门 车子停在车库里也能玩 如果爸爸有钱应该叫爸爸帮你买一台 这算是比较贵的游戏机 当然这还是一台死车 你可以在车库里面当游戏机 可以开出去马路上当作一台死车 我们就是从彰化开上来 不过提醒观众 想在自家车库这样玩实体车电动 最好搞清楚 车里的系统是设定在正常状态 还是游戏模式 可别到时候一个油门踩下去 撞坏车库大门可就糗大咯 好 更多资讯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接着到12号 一级丰田华东分部的1892位上海车主 获得了召回赔偿 召回实施率为90% 据悉 丰田这次召回赔偿的内容 包括了四轮定位 安心安全检查 上门实施召回维修等服务 对没有交付的REV4车辆 如果客户提出解约 将全额退还定金 肯德基秒杀优惠券事件 近日有了新的进展 中国肯德基发出致消费者的公开信 就此前第一次声明中的假券用词 和这次活动当中出现的不足之处 向消费者道歉 对此 消费者认为 致歉的公开信 缺少实质内容 应该推出具体方案 补偿消费者 中消协13号发布 2009年 中国手机消费 满意指数测评结果 显示满意度为72.2分 处在中等水平 去年消费者手机投诉 49205件 居单项商品的第二位 消费者普遍对手机的质量 售后服务等问题感到不满 对手机品牌的忠诚度不高 近日 成都首次发现了一种 极为稀有的血型 JKAB型 发生率只有万分之二 今年2月上旬 成都市血液中心血液实验室 在对一名O型RH阳性志愿者的血液 进行筛查的时候 发现了这种血型 对研究人群迁徙和人种起源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疆达瓦兹艺术的第六代传人 阿迪利将从5月3号开始 在鸟巢进行连续两个月的 高空钢瓷行走表演 除此之外 它还将在专门搭建的距离地面60米高 9平方米大小的高空小屋中 生活两个月 力争创造高空生存连续时间最长 高空行走 累计距离最远等多项世界记录 13号 贵州安顺迎来了降雨 黄果树瀑布的流水量大增 达到了每秒4立方米 比以往的每秒2立方米增加了一倍 游客第一次在旱期当中 欣赏到了气势磅礴的黄果树瀑布 近日林业专家在湖南湘西自治州 永顺县的深山当中 发现了成片分布的珍稀桥木 巨子金 初步统计数量在1000株以上 其中胸襟在20厘米以上的有近百株 据了解 巨子金原产于我国 现存林木极少 属于宾威珍稀的植物 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对这片巨子金 实行了专门的保护 并将进一步对其价值进行研究 好的 那今天体育方面 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中文国际频道的中国新闻节目 我是钟一峰 我是靳强 在中国首都北京向您问好 一下来看详细报道 好 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当地时间13号 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 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13号 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美国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 核恐怖主义威胁 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 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核安全领域的作用等问题 这次峰会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 当地时间9时30分许 会议开始 美国总统奥巴马主持会议 与会领导人围绕议题发言 胡锦涛主席在会上发表题为 携手应对核安全挑战 共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讲话 就加强核安全提出五点主张 第一 切实履行核安全的国家承诺和责任 各国应该履行相关国际义务 加强国内相关立法和监督管理机制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本国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 第二 切实巩固现有核安全国际法框架 我们应该推动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 尽早生效 促进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 国际公约的普遍性 有效打击核材料非法贩运 第三 切实加强核安全国际合作 各国应该分享核安全经验 加强信息交流和执法合作 应该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核安全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 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核安全能力 第五 切实处理好核安全与和平利用核能的关系 胡锦涛强调 中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高度重视核安全 坚决反对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 为此做出了一系列积极努力 一是 全面加强核安全能力 中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核安全法规和监管体系 保持着良好核安全记录 二是 严格履行核安全国际义务 中国支持并严格履行现有核安全国际公约 及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 三是 重视并积极参与国际核安全合作 中国积极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工作 是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的创始伙伴国 同许多国家保持双边交流 四是 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核安全援助 中国向本地区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胡锦涛强调 实现核能完全和平利用 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中国一贯主张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明确承诺 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 积极支持加强国际核安全努力 坚定支持各国平等享有和平利用核能权利 胡锦涛指出 只要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 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 普遍参与 密切合作 就一定能够有效应对核安全挑战 全面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世界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 做出贡献 其他与会领导人也根据会议议题 发表了意见主张 47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 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 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 出席会议 国家主席胡锦涛当地时间13号下午 在华盛顿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胡锦涛表示 当前中德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两国领导人密切接触 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文教 科技 司法等领域交流活跃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和协作 胡锦涛指出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进一步发展中德关系面临良好机遇 中方愿同德方一道努力 把中德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 中方欢迎克勒总统今年5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上海市博会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 胡锦涛强调 气候变化问题 关系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各国人民福祉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果来之不易 发达国家应该认真履行 关于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中方愿同德方保持沟通和协调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 使墨西哥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默克尔表示 德中关系发展良好 尽管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 两国贸易仍然保持增长 德方愿同中方一道 深化和拓展双边经贸关系 德方将于今年5月 召开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 期待着就此同中方进行密切合作 并共同推动墨西哥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 双方还就伊朗核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戴炳国等参加会见 中国新闻以下我们再来聚焦今天的每周最新资讯 马上为您连线到的是目前正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记者 深佳宁 你好佳宁 你好盈峰 佳宁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给我们梳理一下 今天每周地区的重要新闻内容 佳宁 好的 为期两天的首届核安全峰会13号在华盛顿落下帷幕 会议发表了公报和工作计划 承诺通过负责任的国家行动和持续有效的国际合作 以及强有力的安全措施减少和恐怖主义威胁 包括中国在内的47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 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 出席此次专门就核安全问题举行的多边峰会 会议讨论了核恐怖主义的威胁 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 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领域的作用等问题 峰会公报说 核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安全最具挑战性的威胁之一 强有力的核安全措施是防止恐怖分子犯罪分子 以及其他非授权行为者获取核材料的最有效途径 与会代表欢迎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呼吁 在四年内确保所有一流失核材料安全 会议决定下届核安全峰会将于2012年在韩国举行 核能的开发利用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 也带来阴影 在国家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 应对核安全挑战维护国际安全稳定 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尽管目前峰会已经闭幕 但是各国共同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本台记者美国华盛顿报道 为期两天的首届核安全峰会落下了帷幕 纵观美国媒体的报道 多数文章都谈到了这次峰会的重要意义 对历史上首次就核恐怖主义威胁 以及应对措施举行首脑会议 并且达成旨在遏制全球松散核弹问题的协议 表示欢迎 但是也有媒体指出 峰会的实际作用到底有多大 还有待观察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一项最新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 只有40%的被调查者认为 峰会将导致对核材料更为严格的控制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在促进国际和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中国代表团与会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今日美国报说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本次核安全峰会的决定 提升了中国的地位 纽约时报表示 在众多与会领导人的双边会见中 胡锦涛主席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 最为让人密切关注 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13号 在华盛顿签署协议 决定落实双方于2000年达成的 布管理和处置协定 同意分别将至少34吨的武器及布 转化为民用核反应堆所需燃料 正在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的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当天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布削减协议 随着这一协议的签署 美俄两国十年前达成 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落实的 布管理和处理协定被重新激活 根据协议 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供4亿美元资金 以协助其完成武器及布 向民用核燃料的转化 双方同意 作为两国核财军进程的重要步骤 布削减协议的具体落实情况 将得到透明的监督 以确保军被削减的不可逆转 放射性元素布 是制造核武器的重要原料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 34吨布足以制造4000枚核武器 当地时间13号下午 也就是北京时间 昨天晚上的9点45分左右 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 因机上多人出现不适 在冰岛紧急迫降 所幸飞机上的133名乘客 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都安然无恙 这架从法国巴黎飞往美国 德克萨斯州的波音767-300客机 在起飞后出现了一些乘客 和机组人员悬晕的情况 据初步调查 这可能是机舱内厨房里的 不明化学气体造成的 在北美市场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美国消费者报告杂志 13号发出警告说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 雷克萨斯GX460运动型 多用途车存在安全隐患 并建议消费者不要购买这一车型 这是消费者报告杂志 最近10年来首次发出 不要购买的消费警告 消费者报告杂志发表的声明中称 测试人员对今年年初 刚在美国市场上市的 雷克萨斯GX460进行了一系列常规测试 在突然转向测试中 测试员先是驾车 以较高时速直线前进 然后假设发生突发状况 进行急转弯操作 并模仿绝大多数普通司机的反应 在急转弯的同时松开油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 雷克萨斯GX460的尾部发生严重测滑 原本应该保持车体平衡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没有及时发挥作用 参加测试的两辆GX460都是在即将测翻时 才勉强脱离险境 消费者报告的评测报告 由此认为 在实际驾驶中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的反应迟缓 将有可能导致雷克萨斯GX460在急转时发生测翻 酿成车祸 由此 杂志评测人员认为 雷克萨斯GX460存在安全风险 并对其罕见地发出了不要购买的消费警告 消费者报告是美国非盈利性的专业杂志 多年来一直凭借着在汽车安全和性能上的客观评测 闻名于北美市场 因此对这次消费者报告的警告 还没有从大规模召回事件中恢复元气的丰田公司 也格外重视 丰田13号发表声明称 公司将认真对待消费者报告的测试结果 并将请技术人员 针对这份测评报告进行复合测试 今天每周最新的内容就是这些 现在把时间交给北京演播室 好的 谢谢佳宁 今天在华盛顿的报道 谢谢 王家领矿32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成立 初步调查分析认为 王家领矿建设施工中存在严重违规违章行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 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信贷和税收政策 坚决遏制不同城市房价过开上涨 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决定 将美国使用马纳斯空军基地时间再延长一年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好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 昨天上午国务院华进焦煤公司 王家领矿32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成立 事故调查工作随即展开 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洛林担任 副组长由山西省政府 国家煤监局监察部 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担任 下设技术管理综合三个小组 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调查组初步调查分析 华进焦煤公司王家领矿 施工建设当中存在着严重的违规违章行为 该矿井下施工的2010工作面 回丰汉绝境工作面探放水措施不落实 绝境导通老空区积水 致使583米标高以下的汉道被淹 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我们再来关注油价 由于国际市场的油价连续上涨 三月份之后基本维持在每桶80美元以上 根据成品油价格机制 中国国家发改委于今天零时起 提高了汽油和柴油的价格 国际原油市场连续22个工作日的价格 变化超过了4% 根据成品油价格机制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决定 将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320元 这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在4月14号0点起正式实施 以90号汽油和0号柴油为例 平均零售价每升分别提高0.24和0.27元 这是自去年11月份以来 国家首次调整成品油的价格 有关负责人还表示 这次成品油调价之后 国家将按照既定的补贴政策 继续对重粮农民 渔业 林业 城市公交 农村道路客运给予补贴 对出租车行业给予临时补贴 2009年的相关补贴将在4月份完成清算 并在6月份发放到位 而今年的补贴将在明年清算发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13号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各地区特别是城市人民政府 要切实承担起稳定房价的责任 坚决遏制部分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 住建部要求各地实行更为严格的 差别化信贷和税收政策 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 可以限制购置多套房 或者是大批量购置住房等炒房行为 对于五盘吸售 囤积房源 哄抬房价的企业 要实行黑名单 公开曝光 严肃处理 今年各地要确保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 彭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 各地政府要签订保障房建设目标责任输 好 以下我们再来聚焦上海关注世博会 在世博筹办的最后冲刺阶段 被誉为是七彩之心的 近200个城市志愿外建服务站点 也陆续亮相上海街头 13万名城市志愿者当中 不仅有上海市民 更有来自海外的华人 早年近八旬的陈嘉玲老先生 和老伴唐彩鹅 来到普通围方街道的 城市志愿者站点 陈老先生告诉记者 去年5月1号 他在美国达拉斯的家中 看到了新民晚报 美国版上刊载的 志愿者招募的消息 要成为志愿者的念头 让他和老伴从美国 飞魂了上海 在历经层层筛选之后 他和老伴终于入院以偿地 当上了首批城市站点的志愿者 今天同在一个站点工作的 小赵小罗 帮着他俩熟悉环境 了解站点操作的流程 陷入角色梦想成真的喜悦 让两位老人心动不愿 特别对我们年纪大的来说 我们有经历了各个时期 各个历史时期 从来没有看到过 像这次举办室部会的 那么一个隆重 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坚持 开始英语 还要开始室部会的报道 就是说关心一下国家的政治 在浦东南码头志愿者站 站点工作的袁佳妮和乔西 也是一对夫妇 佳妮从小生长在美国 而她的丈夫是哥伦比亚人 他们去年回国时 没有赶上奥运会志愿者 这次成为世博志愿者 总算是弥补 心中底液 自己毕竟还是中国人 回来也差不多一年多 觉得这是这应该的事情 一个星期之后 随着世博会适应行 城市志愿者工作站 也将开始启用 乔西原本就对世博周边的道路 很熟悉 届时将发挥活动服的作用 而佳妮已经对站点内的工作 胸膀成竹了 每个站都基本上是四个最主要的东西 一个就是语言翻译 一个是世博的信息 然后关于就是馆 关于就是地点 然后还有就是咨询 就是这里周围的餐饮 住那个hotel 住宿 这里有什么就是attraction 有什么景点 都是从我们这儿 还有一个就是紧急 我们这里会有自己的紧急救援包 据了解 在世博期间 城市站里的志愿者 加上七万世博园区志愿者 以及一百九十多万的城市文明志愿者 世博志愿者的总数将超过两百万人 今天是世博会倒计时十七天 下面我们来开组世博解讯 杭州馆十三号正式落成 杭州是一座与水结缘的城市 杭州馆围绕水做文章 但里面并没有用到一滴真正的水 馆内水墙由玻璃水晶砖和灯箱组成 灯光一打就好像有水在墙上荡漾 让游客全方位体验清凉的感受 历时三个多月 世博园辽宁馆正式竣工 展馆以钢运海绿为主题 用360度的四地三维立体环木影院 展现中华龙鸟和世界上第一朵绽放的鲜花 辽宁谷果等化石珍品 并介绍了辽宁创造的200个中国第一 为更好的缓解世博周边 一些道路交通经常拥堵的状况 上海市交警部门决定 在全市新增58条机动车单行道 主要包括26条世博园区周边道路 和32条中心城区知晓道路 设计黄浦 徐慧 卢湾 鸿口 阳浦 扎北 浦东 浦陀八个区域 驾驶员可通过上海交通安全信息网查询 选择合理的路线出行 从15号零点开始 上海市博出租车24小时服务热线96822 将正式开通运行 热线提供英语和日语的服务 有人只需博打这个号码 就可以乘坐出租车进出市博园管控的区域 在出行的高峰时段将会有4000辆市博出租车 满足预约客户的需求 市博会欢乐盛装大巡游方案13号公布 届时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参观者都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 风格迥异的巡游表演 184天的会期 巡游表演累计将达到920场 覆盖观众打3000多万人 由南京制作以市博会吉祥物海宝为形象的大型动画片海宝来了 预计8月上旬播出 时长达1508分钟的动画片 以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大自然为背景 把丰富多彩的百科知识 融入到紧张有趣的故事当中 好 更多资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快报 亚洲开发银行13号发布 2010年亚洲发展展望 认为2010年亚洲经济将保持7.5%的积极增长 而由于继续实施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加快到9.6% 但2011年经济增长将放缓至9.1% 应中国国防部的邀请 13号47个国家的驻华五官和30多家境外媒体记者 参观了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师 四架歼10战机进行了20分钟的飞行表演 这是空军第三代战机部队首次对外开放 13号 中国第四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ARJ-21700新支线飞机在上海成功首飞 中国新支线飞机进入到高强度大密度的试飞阶段 前三架ARJ-21飞机已经完成了350多个起落飞行 累计飞行时间400多个小时 目前ARJ-21700飞机国内外的协议订单和异项订单 累计达到了240架 原国自委监管央企中唯一的医药行业科研院所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近日整体并入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至此国自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户数为126户 按照国自委的规划到2010年中央企业将减少到80到100户 卫生部13号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表示 截止到4月11号中国已经累计报告 手足口病病例192344例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8.26% 其中死亡病例94例 专家说目前中国手足口病的疫情已经进入到了流行期 今后疫情还将进一步的上升 防控形势十分的严峻 根据国家产业发展的变化 2010年中国高职院校新增涉及材料能源 制造轻仿食品等13个大类的95个新专业 据了解目前中国高职专业共有700多个 新专业每年调整一次 今年还增加了与国家战略产业相关的新专业申报 近日上海率先建立高校就业率持续偏低专业预警退出机制 今后将根据市场的需求投诉数量等情况 引导高校对部分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进行减招停招 一些过剩的专业将会逐渐的淡出 据了解2010年上海市15所高校33个专业将减招或者是献招 好中国新闻我们继续来跟进波兰总统专机失事事件的后续报道 当地时间13号上午波兰总统夫人玛丽亚的灵鹅运抵波兰华沙 随后被运送到总统府 当天下午位于华沙市中心的波兰总统府对公众开放 波兰民众排起长队悼念离难的总统夫妇 总统夫妇唯一的女儿马尔塔和总统的双胞胎哥哥亚罗斯瓦夫等亲友在机场等候 总统夫人玛丽亚的灵鹅抵达后 他们在灵鹅前单膝下跪表示哀悼 在灵车从机场到总统府的10公里路程中 成千上万的波兰民众沿街等候 在灵鹅到达总统府后 总统府方面宣布对公众开放瞻仰 直至总统夫妇安葬 人们排起长队 依次进入总统府进行瞻仰和悼念活动 瞻仰活动开始不到一个小时 队伍就排到了几公里之外 人群当中除了有华沙本地的市民之外 还有许多从外地赶来的人 波兰议会也举行特别会议 悼念在空难中遇难的总统和18位议员 总统和议员的座位上 都摆放了照片和鲜花 参议员伯鲁塞维奇用沙哑的声音 念出了遇难议员的名字 另外华沙圣约翰大教堂 当天也举行纪念遇难者的弥撒 波兰总理图斯克 代总统众议院议长科莫罗夫斯基等领导人 参加了弥撒 波兰总统夫妇的葬礼将于当地时间18号 在波兰南部城市克拉科夫的瓦维尔宫举行 总统夫妇将被安葬于瓦维尔宫 其他遇难者的葬礼将于17号 在华沙无名烈士墓广场举行 另外俄罗斯总理普京13号 听取了坠机事件的调查进展 与此同时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说 初步分析证实 飞机在失事之前没有起火 也没有发生爆炸 伊万诺夫表示 目前调查人员还在继续 对两个黑匣子进行分析 这项工作预计将到本周末完成 普京在会上表示 来自各个组织的调查人员 必须加强写作 以保证调查是全面而客观的 俄罗斯军方官员此前表示 由于大雾 俄方空中交通管理人员 当天曾数次要求飞机转降其他机场 但飞行员坚持降落 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乘坐的专机 10号在俄罗斯斯摩勒斯克市附近失事 机上96人全部遇难 截至目前 救援人员已经找到87具遇难者遗体 并确认了其中40人的身份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13号说 如果临时政府能够确保他本人和家人的安全 恢复局势他愿意辞职 这是巴基耶夫首次宣布愿意有条件辞职 而临时政府领导人奥通巴耶娃当天则表示 只可以保证巴基耶夫本人的人身安全 但他必须辞职并且离开吉尔吉斯斯坦 大约5000名巴基耶夫的支持者13号在巴基耶夫的家乡 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 贾拉拉巴德市郊的杰伊特村举行集会 巴基耶夫在会上发表简话 提出辞职的先决条件 巴基耶夫说 考虑到临时政府无法保证自己前往彼士凯克的安全 他建议临时政府领导人奥通巴耶娃来贾拉拉巴德 他会保证奥通巴耶娃的安全 而对于临时政府关于剥夺巴基耶夫总统豁免权的决定 巴基耶夫表示不予承认 对于巴基耶夫的表态 奥通巴耶娃13号表示 临时政府只可以保证巴基耶夫本人的人身安全 但他必须辞职并离开吉尔吉斯斯坦 而对于巴基耶夫的家人奥通巴耶娃表示 临时政府不会向他们提供安全保障 临时政府同时拒绝了巴基耶夫的谈判要求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 目前临时政府已经控制了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所有机场 同时部分装甲车队也已经启程 开往巴基耶夫目前所在的贾拉拉巴德 以阻断其与外界的道路联系 另外 奥通巴耶娃13号还表示 吉尔吉斯斯坦与美国所签署的 马纳斯空军基地的租用协议今年7月到期之后 将再延长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美国将继续使用马纳斯空军基地 直到2011年的7月份 马纳斯空军基地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阿富汗行动的重要补给基地 此前呢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一直要求美国从基地撤走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泰国 13号是泰国的传统新年宋干节 也就是泼水节的第一天 那在这个泰国最为隆重的节日里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相互泼水祝福 在首东曼谷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山军 与现任政府之间一个多月来的紧张气氛 也在节日里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泼水节的第一天 在红山军集会的繁华桥示威活动已经被联欢取代 据了解为了过节 红山军决定将原定于当天 前往阿批时临时指挥部的示威行动推迟到第二天 宋干节的第一天只安排联欢活动 当红山军的领导人速捧走进人群时 不断有人向他的面颊上涂抹粉浆 气氛很轻松 泼水节的到来 也让普通泰国人暂时从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解脱出来 曼谷的大街小巷 一扫进来的压抑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 相互泼水土粉 庆祝泰礼新年 有的社区还特别推出了 具有泰族与华族文化相融合的街头行进表演 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个月的社会动荡 也让很多在泰国发展的外国投资人叫虎不迭 宋干节到来之际 他们也走上街头加入了泼水的行列 为的是用欢乐的行动 给客举太来 一位匈牙利投资者介绍说 他是八年前来泰国创业的 由于时局动荡 自己的生意很不好 但今天好像什么烦心的事情都没了 具介绍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社会动荡 已经给泰国特别是曼谷的旅游服务业造成了巨额损失 这直接影响到了泰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不过现在红山军和政府决定在宋干节暂时平息干戈 这对曼谷餐饮住宿购物等方面的经营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英国大选将于5月6号举行 目前激烈的竞选活动已经展开 对于各党派的竞选纲领 公众自然是格外的关注 继12号工党发表了竞选宣言之后 英国保守党13号也公布了自己的竞选纲领 纲领强调授权渔民的理念 也就是赋予了公众更多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 这本题为请加入英国政府的保守党竞选宣言 共分为5个部分 提出对英国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进行改革 同时保护环境和促进公民权益 当然重中之重还是经济部分的改革 保守党这份130页的竞选宣言的中心思想主要围绕 在不增加收入所得税的情况下 刺激经济发展 控制政府支出 承诺让公民享有更多的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 例如将赋予公民解雇不正值议员 及否决增加税收的权利等 我们并不是说给我们你的选择 我们将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说有什么不同的 我们说没有政府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没有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说我们都在一起 所以来与我们一起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 由于保守党曾高调批评公党的竞选宣言毫无新意 因此对于保守党的竞选纲领 公党也反唇相击 批评保守党的主张不切实际 公党认为既要削减税收 又要保证财政支出和降低赤字 这根本无法实现 那除了公布竞选纲领之外 英国主要政党及其候选人 还纷纷利用网络为自己拉票 专家就认为网络工具将在本届的英国大选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英国主要政党在民意调查中的得分十分接近 英国政治分析家指出 本届大选的竞争激烈程度 将超过英国十多年来的任何一次选举 公党和保守党都开通了竞选网站 力图扩大影响 特别是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根据统计英国有2300万青年选民 但是调查显示 在17到24岁的网民当中 56%的人没有进行投票登记 有31%的少数族裔青年 根本就不打算投票 专家指出 对于这个庞大的网民群体来说 政党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 对这些选民是否投票 支持哪个党派有着决定作用 各个政党目前都采用了近似的网络拉票策略 首先利用网络来培育支持者 然后利用网友之间的交流 把他们转化为自己党派的忠实选民 各政党领导人也纷纷表示 要在网络上与青年网民进行沟通 英国选举专家认为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 既能传播一个政党的施政思想 弄不好的话 也有可能损害一个政党的形象 此外还有专家认为 网络对赢得竞选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而非决定作用 因为选民们更看重的是实质内容 而不是包装这些内容的形式 好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报道 今天早晨7点49分左右 青海省玉树县 也就是东京96.7度 北纬33.1度 发生了里市7.1级地震 震源深度33公里 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好 以下来看一组国际快报 13号 以色列政府突然发布了一条紧急警报 要求以色列公民 立即从埃及的西奈拜党地区撤出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 政府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 恐怖分子将在埃及西奈半岛 对以色列公民实施绑架行动 这条警报同时要求 身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公民 立刻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 西奈半岛是埃及苏伊士运河 以东亚洲部分的领土 遏着亚非欧三大陆的交通要导 也是四次中东战争的重要战场 希腊公共债务管理机构13号宣布 成功发行了总额为12亿欧元 约合16.3亿美元的短期债券 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是试探欧盟出台详细救助计划之后 市场对希腊经济的反应 投资者当天对债券的认购情况良好 这就意味着希腊的融资能力 初步通过了市场的测试 分析人士认为 债券利率和往年相比还是偏高 这显示市场对希腊经济前景 还需要更多的保证和信心 德国警方13号证实 经过近半年的调查 他们于近日破获了德国历史上 最大一起跨国毒品走私案 并查获了1.3吨 价值540万美元高纯度可卡因 这批毒品是在汉堡的一个港口 被查获的 当时这些毒品被分装了1244代 藏在一个来自巴拉圭的集装箱里 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了7名涉案嫌疑人 根据了解 其中一名土耳其裔的男子 是本案的关键人物 13号 一对幸运的夫妇 领取了以色列历史上 最大一笔乐透彩票奖金 奖金的金额约合2000万美元 出于安全考虑 两人还特意戴了面具 有意思的是 这期大奖早在三个多月之前 就已经开出 但是这对粗心的夫妇 买了彩票之后 就把他们放在了一边 还是最近想起 清理一堆没有刮开的彩票时 两人才意外发现自己中了奖 更没有想到的是 这份迟到的奖金的数额 竟然如此之高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靳强 一起去了解一下 今天世界其他媒体的头版 都在关注哪些重要内容 好的 来进入今天的世界头版 首先来关注的是 美国国际先驱论团报 在12号对塔利班发动的军事行动当中 驻阿美军向一辆公交车发起了袭击 导致至少4名平民死亡 18人受伤 这次误杀事件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反美游行 国际先驱论团报认为 这将影响美军在阿富汗军事进程的推进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制造商 但是现在全球第一的位置被一家英国公司取代了 这家公司叫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 英国卫报谈到 最新公布的全球武器制造公司百强榜上 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 凭借美国军方订货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军火商 第一次把美国军火商挤下了榜首的位置 排在第二到第五位的都是美国的军火商 日本朝日新闻投版谈到了 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 最新的数据表明 日本低收入人群当中有68%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保障 厚生劳动省表示 要保障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法国总统萨克齐承诺将会改革养老金制度 目的是要解决社会保障养老金的一个财产吃字问题 路透社谈到 最新的民调显示 大部分法国人反对把目前60岁的退休年龄提高 作为政府养老金制度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目前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投资是27亿美元 排在全球的第四位 比排在全球第一位的美国188亿美元差距很大 所以俄罗斯副总理伊万诺夫说 俄罗斯将会逐步增加在太空领域的支出 现在黄金价格上涨的非常快 但是印度商人的购买热情还是很高 印度古吉拉特邦2010年1月到3月之间 通过空运进口的黄金总量几乎是去年同期的13倍 这是亚洲时代报谈到的 美国国际合众社 不健康体重代替过度肥胖 英国的利物浦官员说 考虑到体重偏胖孩子们的自尊心 他们将不再用过度肥胖这种词来描述这些孩子 而改用不健康体重来代替 在圣地亚哥有时候骑自行车上班 要比开车和坐地铁要快很多 原因是2007年圣地亚哥制定了交通改革计划 修建了许多自行车的专用车道 所以骑自行车上班成了市民的最佳选择 有一项调查说2007年以来 骑车上班的人数以每年15%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 好 以上是今天的世界头版 好的 那在稍后的中国新闻节目当中 您将收看到以下内容